我们还是说一下这个图片的问题 那这里边呢 我来 呃 Demo里边 我把这个Hello下边呢 我复制一个Ctrl C Ctrl V Demo呢 这是一个0 08 然后把它拖过来 那这里边我们主要说的是一个 我们图片的一个这个 路径的问题 那这里边我们引入一个图片 我这是一个引入一个 1.GF 一个大小的宽高 我就先不给它 收拾了 保存一下 我这里边 Hello 这些没用的 我先都给它关上啊 干扰了 Hello 打开我这个08.1秒 这个图片我们是不是引入进来了呀 那图片引入进来 我们说了 引入哪个图片 我们是通过这个 SRC属性来控制了吧 我如果写着2.GF 引入的就是我们这个 那个大嘴是吧 哪个大嘴 你写哪个就引入哪个 那我们说了 这个东西我们叫什么呀 叫做图片的什么呀 路径 路径 我们说 SRC属性 SRC属性 配置的是我们那个图片的什么玩意儿啊 图片的 路径 那我们说 目前 我们所要 什么呀 所要使用的这个路径 全都是什么呢 全都是 相对 路径 全都是这个相对路径 那什么叫做相对路径呢 那我们说相对路径指什么呢 我们说相对路径指叫相对于 叫什么呢 当前资源所在 目录的这个什么呀 目录的这个位置啊 相对于当前资源 相对于相对路径指相对于当前资源所在目录的什么呀 位置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什么叫当前资源 什么叫当前资源 说白了 我这路径写在哪 谁就是什么呀 当前资源 那你看我这2.GIF 这个路径写哪了 是不是写到这个DEMO08这个点面里边了 哎 写到这里面里 那我们说这个路径相对于谁呢 相对于DEMO08所在的目录来说的 那我们来看DEMO08跟哪呢 DEMO08跟哪呢 是在Hello这个文件夹下呢 哎 Hello这个文件夹下呢 那也就是说我这个相对路径是相对于谁啊 是不是相对于Hello啊 哎 Hello 所以我这写一个2.GIF 什么意思 去Hello里边去找2.GIF 有没有 有吧 哎 所以干嘛呀 就能找到啊 所以就能找到 那现在我们来说一个 我DEMO08CtrlX剪接 放到Hello里边了 那我问你 这回的图片还有没有了 哎 那这回相对于谁了 是不是相对于DEMO了 哎 那DEMO下边有2.GIF吗 没有 所以你这刷新走你 哎 完了 这路径这文件是不是都没了呀 我们还得重新打开一下 一打开 是不是这是一个大通数啊 哎 图片就没了啊 所以注意 我们相对路径是相对于当前资源所在路径 咱们给它拖回来 这去刷新 现在能有啊 现在有 然后干嘛呢 我再干一件事啊 来 我在Hello里边创建一个文件夹 来什么呢 ABC 然后把2.GIF放到什么呀 ABC里 那现在问你图片有没有了 哎 我们现在路径没变 是不是还是去我们这个什么呀 当前目录下去找2.GIF吧 当前目录是 Hello Hello下边有2.GIF吗 没有 所以你这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就没了呀 哎 没了 那我怎么改呀 我怎么改呀 我是不是得找ABC下边的2.GIF 哎 所以怎么写啊 哎 ABC斜盖啊 2.GIF 这回一保存再来刷新走你 是不是有了啊 哎 就有了 那现在再来看 ABC里面还有一层 还有什么呢 新建一个 我们来什么呢 来一个BCD 把图片放BCD里 这怎么写 哎 我是不是ABC后边 再加一个这个BCD啊 一保存 这样才对啊 所以这个路径啊 你要搞清楚 叫做一个相对路径啊 相对路径 但是这个还好理解 那现在我再换一个 换一个什么呢 这个呢 我先给他注点 放这 注意个啊 然后呢 这里边我不这么写了 我这里边呢 我来把这个2.GIF啊 CtrlX给放哪呢 放Hello下边 还放回Hello 放Hello怎么改 是吧 ABC和BCD 都给他去了呀 去了一保存 一刷新 是不是还有啊 哎 来看着 我把它干嘛呢 CtrlX 放到这个 Demo里 也就是说 我是不是放到这个Hello的上一层目录 Demo里了 那现在问你 我现在能找了吗 我一刷新 是不是没了呀 哎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这么写 什么意思 这么写 表示去Demo08所在的目录下 去找2.GIF 对吧 那Demo08所在的目录是什么呀 是Hello吧 那Hello里边有2.GIF吗 没有 所以他是找不着啊 那我们说了 那在哪呢 他是不是在 他上一层 Demo里呢 哎 那我一说 我直接来个什么呀 Demo 鞋盖 2.GIF 行不行 那这边什么意思 我去Hello下的Demo 下边去找2.GIF吧 那Hello下边有Demo吗 没有 是不是也找不着啊 那我得干嘛呀 我要想找到2.GIF 我是不是先得从Hello出去呀 那我得干嘛呀 我是不是得从Hello返回到我们这个Demo文件夹 然后再找2.GIF 哎 那我们怎么返回一级呢 哎 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可以什么呢 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点点鞋盖来干嘛呢 来返回一级目录 那现在干嘛呢 我想返回到Demo里边 我怎么写呢 直接来一个点点鞋盖 这就代表什么呢 代表返回当前文件夹的什么呀 上一级当前文件夹是谁呀 是不是Hello啊 Hello上一级是不是就Demo啊 那问题来了 Demo里边有没有2.GIF 有 所以我直接干嘛呀 鞋盖后边2.GIF是不是行了呀 来 我这一保存 咱们再看一刷新 是不是又出来了 哎 又出来了啊 好 那再看啊 再看 一步步来 来 我这是新建一个文件夹 叫做一个IMG 我在Demo下创建一个IMG 然后呢 2.GIF放到什么呀 IMG 现在还找着吗 是不是又找不着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这儿再加一个MG啊 哎 Demo下的IMG下的什么呀 2.GIF啊 保存我这一刷新走你 是不是又出来了 哎 又出来了啊 所以这路径一定要整清楚 嘿 那又有问题了 哎 咱们又找事啊 找事 来 咱们把这玩意儿干嘛呀 图片 Ctrl X Demo上线集是谁呀 这是什么呀 是我桌面啊 来 Ctrl V 干嘛了 我是不是把这个IMG 放到桌面上来了 哎 那现在有没有了 没有了吧 哎 没有了 那怎么办呀 桌面是 Demo的上一级吧 所以我返回Demo 返回一级 我还在干嘛呀 是不是再返回一级啊 那怎么再返回一级啊 哎 点 哎 我是不是再写一个 点点鞋盖啊 所以这边我们来说 叫什么呢 返回几级目录 哎 返回几级目录 就写几个 哎 点点鞋盖 我反 我写两个点鞋盖 是不是表示返回两级啊 那我从后 我从这个hello里边 返回一级到哪 Demo Demo在返回一级到哪 到我们桌面 所以这个叫什么呀 返回到桌面 我们来看效果 一刷新 走 我这没保存吧 哎 注意啊 随手按下保存 这边红色表 你没存啊 Ctrl S 快一键啊 快一键保存 一刷新 走你 是不是出来了 哎 出来了啊 所以注意 使用几个这点鞋盖 就返回几个目录啊 来 那这个呢 我先给他放上面 这路径啊 可能会第一次接触的话 会稍微点绕 所以你们回去好好地去捋捋啊 捋捋 好 然后我把这个路径呢 还给他 还给他放回到这个弹幕里啊 不往外放了 好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路径问题 哎那 之前还有会同学 有同学问什么呢 哎问 老师啊 那我这图片 我是这么放的 这图片干嘛呢 Ctrl C 我现在是不是在桌面 是不是在C盘呀 哎 我直接放在哪了呀 放到E盘里边了 哎 放到E盘里边了 那行不行啊 也行啊 也行 但是我们说现实情况 有没有这个需求啊 没有这个需求 我们一般开发的网站 是干嘛的呀 都是部署到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里的啊 我们服务器 我会不会说 我这个网站 我把网页部署到一个服务器 把图片来部署到一个服务器啊 一般都是什么呀 一般都是部署到 同一个服务器里的 所以我没有这种需求 说把一个放到C盘 一个放到E盘 我怎么去找 没有这个需求 一般都是什么呀 都是在一起的 而且干嘛呀 你这个文件尽量不要离得干嘛呀 太远 离远了 你写的是不是麻烦呀 你改的是不是也麻烦 所以尽量不要离得太远了 那同学说了 老师我就有这需求 我就想引入一个 其他网站的图片的一个路径 那怎么办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得使用什么呀 绝对路径了 就得使用绝对路径了 所以相对路径 一般都是什么呀 不会去找太远的 不会说一个在C盘 一个在D盘 我从C盘去找D盘 那样就得写 什么了 绝对路径了 但是现在我们不涉及到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我们不用去考虑 不用去考虑 好 那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相对路径 我们来说到这 停一下 我们来说到这边